吞下寂寞的恋人了 试着辛苦的去了解 却是遗憾小姐 有谁如言 真实而不甘心 也是你相爱的任何人 也许容易有彼此疼 他是谁 详情是许多人的疑问 因为被雷声点名 这就来好好介绍一番 气点名乌叉叉 孙小姐明知违反法规 也要去找的 已婚有小孩的炮友后 李静蕾又爆出王力宏 曾试图想跟16岁的小师妹当朋友 正当外界还在好奇 谁是16岁小师妹的时候 本尊自己跳出来 他是张其伦 18日也就是王力宏李静蕾大战的时候 张其伦在脸书说 气得像是那年 我16岁你22岁 你刚加盟Sony 我是Sony新人 那一年你得了第一座金曲奖 我超级替你开心 演唱会你会带我到后台玩 而且你还说你要写一首歌送给我 还好我们终究无缘 还好我现任老公比你好一千万倍 而你却将U之偶像活成了渣男人生 愿你从此安好保重了 同时还唱了前师兄的代表作 虽然被Sony签下 但后来张其伦貌似没有发片 现在改当助唱和婚礼歌手 也因为被雷神点名 张其伦脸书顿时热闹了起来 还被朋友呛 你当年很爱他哦 他无奈表示谁不爱 但更多网友质疑张 是来自很热度的 甚至还有人留言说 你会以为王力航获得知名度 但风头过了 大家还是不记得你 张回呛 至少不像你 连知名度都没有 娱乐动新闻 哎哟小辣椒哦 发刀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לא A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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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